欢迎订阅 观众 网友 大家好 虽然很多香港市民不太喜欢听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声音 不太喜欢看到她的样子 不太喜欢看到她的访问 不太喜欢知道她的消息 但她是香港最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我觉得都要讲一下 今天在星都日报的专访 亦都反映到她背后一些想法 为什么香港那么大事 她这种想法是拒失的 大家给点耐性听一听 星都日报专访的 专访的文章的标题 相当难顶 林郑靠三大力量务好开引号 我挺过去了 山引号 我挺过去了这句话是什么呢 挺过去 田谷就初遇了 大陆是国语普通话 大陆官场的人跟她说 一开始她是这样说的 17年做特首 19年出现修例的风波 任期尾声 她问她五年最满意的政策是什么 她就说 我没有什么满意的政策 总之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政策 感受就是 大起大落 她也很坦白 然后她就叫记者翻越司令报告里面 最后一章的感言 当中提到出任特首是公务生涯里面 最大的荣语 生涯里面最大的挑战 用内地官员的述语 就是说 我挺过去了 现在内地的官员经常见到她都说 特首 你挺过去了 你挺过去了 真是挺过去了 即是捱过去了 顶过了这件事 接着她说2019年 当时有困难 有多困难你应该知道 能够 在这么艰难前所未有严峻的挑战下 挺过去 是靠三样东西 又来了 其实刚才的报告也说过 第一 就是中央的支持 中央这番说话就是 我们永远都是在你 做你的坚强后动 你不用怕 永远 有没有说永远 人家说never say never 永远说不 永远不说不 你是永远 说了 无论你怎么也好 几五不制也好 都要支持你 是否这样的意思 第二 大家听完之后也无名火气 第二 曾 答应了香港市民 17年7月1日 他宣誓就任 支持的时候引述同舟之情的歌曲 只要我在你的身旁 我一直为你护航 这就是对市民的承诺 我是很信守承诺的人 你是很信守承诺的人 你曾经 在竞选的时候 未当选未就任的时候 说过什么 如果香港市民 认为你不适合做特首 你会辞职 这个才是你的竞选承诺 林郑特首 是不是 你在内部对一些商界外国的商会讲话的时候 录音被人滲了出来 他说现在要立法 这些不道德的东西要立法去禁止 就是什么 他说 他 这件事是令香港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和危机 如果他能够的话 他也想辞职 这个算不算是承诺 他突然之间把这些全部没走推翻了 就是说 引着同舟之情 只要见到我在你的身旁 我一直为你护航 这就是对香港市民的承诺 做政治人物 就是这样 我都不觉得我只是林郑 很容易就用不同的方法 用语言技术 将以前说过的东西盖 或者说我说一下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们误解了 就是这样的方法 第三是什么 第三就是靠家 他说身为两子之母 家人的支持 和信任 当然不能够少 他说2019年下半年这样的环境 一般血气方刚的人 他不知头不知脑 他都可能 怀疑妈妈 你是不是对的 你做点事 但那种无限的信任 和默默的支持 这三个大力量就是撑着 撑着我挺过去 说到他家 我都替他家凄凉 他两个儿子都是年轻人 都是血气方刚 我经常都这么说 他说现在的高官 很多的小孩都不是很大 可能是十多岁 可能有些是读书 当然有些是 更加大的 年纪大的人都在做事 他现在做的事 怎能过得到 他家里的 年轻人 怎能过得到 年轻人都是比较理想主义 都是比较黑白分明的 怎样可以原谅他爸妈 做些事 去 危害 去损害 香港 的利益 今天的利益 和他的下一代 的前途 林郑正正是 做了些事 令到他的儿子 当林郑正正受到美国制裁的时候 大家记得 他的儿子都匆匆回来香港 租了一间屋 连他的室友 和他的业主 都说不知他去了哪里 突然不见了 他怕受到牵连 突然不见了回来 现在又回到读书 或者做事 读Post Doctor 博士后 受到影响有多大 他说 不管 无限信任 默默支持 是不是呢 如果真是 我就觉得这两个年轻人担心 他到底有没有 想法 有没有思考 做老公的没办法 他就要 香港的情况 他是想分数 但是做年轻人 会有很多思潮起伏 为啥ких赦 最后都信 但这个我可能 很 busy 记者就 reader generation 你答应 你看会否 忘记了 若are 不能償 能不能够睡睡觉 因為當時問心無愧就能睡覺 任來有沒有陷事 如果是重頭來過會不會做得更好 我不想回答 我是一個老實人 我不可以亂回答你 在這個問題上真的是老實人 第一 會不會覺得自己挺不下去 我不記得 我不記得 老實實 就不是很老實 但也有很多新聞出來 他在禮賓府 以前的港督府 見香港各界人士 躲起來 連出去摔頭髮都出不了那段期間 見香港各界人士 做甚麼 解釋 特區政府為何會這樣做 然後 報導出來 不是老作 就說他 哭得不得了 哭得說不下去 要躲起來 去平復自己的情緒才出來 那時候他有沒有想過辭職 我覺得肯定有 但是 即使他提出來辭職 我不知道有沒有提出 給不給他辭職 肯定不給 因為這堆東西是你搞出來的 亂局是你搞出來的 你想拍屁股一走了之 不是吧 在中共的官場是沒有這回事 他只是能夠免你職 你不可以自己辭職 大家要明白這一點 這個問題是 一進後門就深刺海 一進官場深刺海就是這個原因 跟英國 不同 英國說不是走就走 走 咬我 我也不做 你說 不做會追究你的責任 那就追究 這個司法系統 你就追究到 一直追究下去 沒有問題 所以 他說他忘記了 我就覺得不是很老實 不過他就說 睡覺 因為問心無愧的時候也睡覺 這件事我覺得他也不是很老實 如果不是他的情緒 波動都那麼緊要 要躲起來平伏自己的情緒 然後出來見人 沒理由睡覺 常人是不應該睡覺 除非他是一個不正常的人 但有一點 他老實說 有沒有做得更好 會從頭來告會不會做得更好 我是一個老實人 所以我不亂回答你 這個就是老實 因為他不敢亂回答 他不敢亂回答 因為 實在在 如果稍為有反省的人都知道 絕對是不會這樣做 從頭來告一定是不可以這樣做 至少在 暫緩 仇宗正寢那裏不會拖那麼久 這一點 他說 挺過去之後 不是自己很安樂地坐在這裏 看香港做事 我對香港現在有 充滿信心 我從來沒有覺得香港是可以那麼好的 現在我覺得香港是可以 是很好的 所以希望香港市民 無論是對我這個個人有什麼看法 都希望他 在這本施政報告裏面看到他有希望 給他有信心香港是越來越好的 香港越來越好就不會那麼多人走 是不是 香港越來越好 就不會有那麼多中產階級 你看到那個調查 只是去英國的 不要說其他移民的人 不要說回流再連接拔起的人 那麼多專業人士 月薪是三四萬的 或者更多 是吧 放棄自己的專業 匆匆忙忙地離開自己的故土 離開自己熟悉的地方 去到陌生的地方重新開始 由頭開始 我看到很多感人的故事 他們什麼都做 物流等等都做 貨倉 倉務都做 為什麼 為什麼要放棄自己的專業走 他覺得香港好就不會走 這群人是否全部被人誤導 這群人是否沒有腦 大家受過大學教育 讀完碩士 讀完博士 全部都沒有腦 亂聽網絡上的謠言 所以就離開香港 損失很大的 強積感又拿不到 為什麼都要離開 他覺得香港很好 有些人說好 你們這些黃絲走好正 香港不用那麼多人 不用那麼迫 想錯你的心 很多人來填補 一樣是逼的 那些人有錢過你很多 各位藍絲朋友 如果你是 這樣想的話 大錯特錯 樓價一樣是貴的 不會跌的 你放心好了 你買不起樓 一樣是上不了車的 香港現在是 充滿信心 從來沒有覺得香港可以這麼好 原因是什麼 他覺得 平靜曬了 沒有黑暴 上街了 大家過著很安穩的生活 他認為就等於好好的 因為那些人害怕 現在是以恐懼來統治 以恐怖來統治 那些人害怕 那些人害怕就不是這樣做 等於心服 為什麼那些人 會害怕 因為 要槍有槍要跑又跑 要法律有法律 拘捕了那些人 因為 牽連好說 因為動的東西會出事 大家不敢出聲 不敢出聲 對香港是好事 林鄭是這樣想的 是不是很可怕 說到發展大計 任內 推動不少發展大計 保育中環 起動九龍東 明日大禹 現在有北部都會區 就是這樣 究竟有多少人做得成的呢 他說我很喜歡從沒有到有的人 有些事是沒有的 你可以做到有的 沒有做到有 那些事都未做 很多事都做不到 他說保育中環就是由沒有到有 中環街市可能是沒有了 警察宿舍可能是沒有了 政府總部舊客離不道可能是拆了 保育中環我們做到了 現在就差一個私人巷網 不關我事的 聖工會那個 他搞來搞去都搞不到 我是在幫他 是不是完整保育中環 就出現在你眼前 他一直在說自己 這個 政績 他 別說其他政績 五年就斬眼過去了 會不會連任 他守口如瓶 他說我再問你再問我都不會回答 他會考慮什麼因素 不行 所有事都不行 當然不能回答 大哥 我都說過 這個王朝 有沒有看過滿城盡大黃金甲 這個是王朝 王朝是怎樣 朕 給你的東西 你不可以不要 朕不給你的東西你不可以問我 無論你是不要因為問我 都是死罪 所以你絕對不能做這件事 一回答我想連任或我不想連任 都是死罪 這一點 林鄭 完全明白 中國官場 這個最重要的潛規則 什麼都可以不管 他現在做的事 所做的事 北部都會區 等等 23條立法等等 所有的事 要拘捕所有反對的聲音 反對意見的人 所做的事 全部是為了討好中央 而得到連任 大家在跑馬仔 都是做這些事 討好中央 為了連任而做的事 你看到 為何他不回答 就是這個原因 林鄭在整個訪問裏面 一直都是 吹噓自己的政績 現在 中央政府就說 最重要的解決就是香港劏房問題 就是土地問題 亦跟地產商說 區域已經改了 壟斷已經不存在 你要配合特區政府的政策 林鄭現在的做法 就是全面地去配合中央 這個解決土地問題的做法 這一點 我自己覺得 他要連任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一個做法 但是 這個做法 是否就等於 中央會答應他連任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任何內幕消息 但是 有些事都是一念之間 當年 這個689 為什麼連任辦都搞了 就打算是連任的 為什麼最後 臨門一腳 都搞不定 都不讓他連任 現在777 在他過往2019年的期間 做些事情出來 政治判斷那麼差 搞到一鍋足 要令到中央出手 去做這件事 雖然 立國安法可能是遲早的事 23條也是遲早會發生的事 但是 在一個這麼艱難的環境下 然後才做 然後他就說自己挺過去 中國官場的人都說他挺過去 他作為自己一個政績 我就問 中央政府 可能會問一個問題 沒有我幫你你可以挺過去嗎 沒有老虎在後面 狐狸會那麼威風嗎 那麼多人會服你嗎 所謂 大家都是看中央政府頭 以為 以為是 因為你 政績做得好大家會服你 你看香港的左派 香港的建制派 光信這件事 都可以用這種方法 向你撕顏 向醫管局撕顏 根本就完全不放在眼內 他們做這樣的 動作的目的就是 我要 我要你聽我的話 我要影響力 我要控制你 如果不是老虎在後面 大家對狐狸會怎樣看呢 不是等於你做得好的成績 現在沒有中央出手幫你 你完全不能駕馭香港這個複雜的政治局面 政治的環境 讓你繼續做下去會不會有第二件事出現呢 誰知道 所以 變數仍然是很大 他現在 很豐鬆 覺得自己 有機會 寫了這個施政報告 紅塗大計出來了 是否等於可以 你自己慢慢想想 雖然 你恨連任 恨到流口水 很多跡象會看得到 是否等於 順利去做 是否等於 理所當然 順理成章 對不起 在中國 在一個人 說事情之下 沒有東西是理所當然 沒有東西是順理成章 只是有一念之間 經歷這裏 我繼續支持我心靜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Lot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 有些片 只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Lot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Lot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是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的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Lot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還有用個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三個七毫一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至今 這個網址 平均一個月 三�星 琦 又 這是 我們 就是